金牛座,金牛座是个容易被往事触及心灵的星座,话而言之他们就是很念旧,对于金牛座的女孩子来说,人生最难门可贵的就是保守初心,他们就是这样,你就会喜欢自己的前任,想跟自己的前任再是前缘,分手之后依然会怀念对方的好,以及一起度过的一切甜美时光,思来想却还是很想复合,救援实在太难忘。 金牛座的固执可是出了名的,是任死里的人,本来两个人之间没什么大事儿,结果就是闹脾气不沟通,最后发展成冷战分了手,九月份前任可能会回头求复合,过去的时间他们也会反思,自己的行为是否恰当,有很大的可能会和好如初,重修就好破镜重圆,经过这次的分合,会更加珍惜彼此的感情。 处女座,处女座是一个很念旧的星座,一开始分开的时候,看似不仅不要,但是其实内心是很痛苦,在此之后,他们也会不停去想念对方,还会去挽留对方,无果之后,又陷入自我的非常挣扎,忍不住去打听前任的消息, 真的是一个很痴情的星座,其实处女座人的心很软,他们无法拒绝曾经爱过的人,就算之前被伤得非常深,只要就爱回头,那处女座人就会就情复燃。 从而再次接纳,处女座一旦认准对方,就会死磕究竟,分手后更是会一蹶不振,很难走出上一份感情,九月处女座的爱人会回心转意,回来找到你。 你也不必再纠结以前谁对谁错,爱情不分对错,只要你们还相爱,那么爱情终究会重修就好,回到以前的甜意,那么这次好好珍惜。 射手做,射手做分手之后,依然会怀念对方的好,以及一起度过的一切甜美时光,人生最难能可贵的就是保守初心,他们就是这样,你就会喜欢自己的前任, 想跟自己的前任再是前缘,射手做分手之后,依然会怀念对方的好,以及一起度过的一切甜美时光,思来想却还是很想负荷,救援实在太难忘,射手做在九月是可以让就爱来到身边,那么关于自己的好运,也都是可以变得更加的美好,同时能够为爱回头,真正的成就彼此的好运,今后生活也都是会变得美好, 属于自己的一些机会,也都是会大大的增加属于自己的机会,这个月是首做可以重新联系前任,你们重新复合的机会有很大,恭喜你,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